大家好,未来十年将会有一万亿财富,从婴儿朝传呈给子女或者孙儿。 今日的案例与大家分享的便是Tommy与Alita。 50岁至60岁左右,差不多有一千万的资产。 也代表了,其实有不少人在传承策划方面,是还未准备好的。 Tommy是为医生拥有一间诊所,而两夫妻也有另一个中小型生意,并有三个孩子。 他们有一个联名的自助物业,有一百万互惠基金、股票与RRSP。 公司拥有差不多六百万的资产。 其实前几年,他们以经设利好遗嘱,设定了当其中一位离世的时候,伴侣将汇集成对方所有资产。 另外,当两人离世的时候,将会留一半给最小的孩子。 而另外的四分一及四分一留给大孩子与二孩子。 你们想一下,这样的安排会不会有问题? 其实是有法律保障每一个孩子需要得到平等的待遇。 就是说当Tommy与Anita希望留一半给最小的孩子,剩下的四分一及四分一留给大孩子与二孩子。 法庭是有机会不同意这份遗嘱的。 而且最小的孩子将会结婚,并与一个背景不相同的伴侣结婚。 就是说当他们的婚姻状况有变化的时候,有机会让Tommy与Anita的遗愿末法达成。 于是我教他们首先要列明清楚,为什么要把一半留给最小的孩子。 原来,原因是在过去五年,它有帮助维持生意发展。 另外,还要列明清楚把遗产留给最小的孩子时,实在是给他权利以管理父母的深厚信托。 这样便不会因为婚姻状况出现变化而被分了一半。 因为处理好策划,我还记得那天,Tommy与Anita最小的孩子结婚时,还邀请我们到婚宴,而且把我们介绍给亲戚朋友。 一家人整个晚上也非常感动。 其实,你们每人都有不同的资产以及不同的意愿。 欢迎你们向我们咨询,详谈,这样我们可以为你们做得更好。 相信你们对今天的分享也很有同感。 如果你想获得价值100元,遗嘱及公司省税指南一份,或是30分钟免费电话咨询,甚至希望参加这个月的讲座,和参加1000元现金抽奖。 请按以上链接,用一分钟时间贴好表格。 这样祝你达成目标会更进一步。 温馨提示,今个月只有10个优惠名额,期待你们的查询。